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遗憾的是美方没有对上述的指控和质疑 做出充分有效的回应 未能解决地约国的关切 下一步地约国将进一步研究处理美国尊约相关的问题 美国是世界上生物军事活动最多的国家 也是唯一拒绝谈判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的国家 国际社会对此早有关切 中方支持按照公约的规定 以客观公正的方式审议 对美国尊约的问题继续开展审议 我们也再次敦促美国对其生物军事活动 做出全面澄清 停止独家阻挠重启核查议定书谈判 给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预约的交代 有些数字的方式审议定书谈判 是对于审议详众的方式审议平板 广议定书难所需要 waited 作为适当几时水平板 来自立的方式审议定书谈復